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国蔓延 多国主流媒体和卫生部门在发布疫情数据时 都引用了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检测的疫情数据和相关地图 这份地图追踪展示了各国疫情的实施动态数据 而这幅全球都在刷的网红地图 出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两名中国博士生 和他们的导师劳伦加德纳指手 4月7日晚 两位博士生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 因为之前有过类似的项目经验 仅用8小时 第一版疫情地图就被制作完成了 就是1月21号的时候 然后我们主是开了一个小组会 然后老师就问我 你知道吧中国的新冠肺炎很严重 我说我们都知道 而且就是我们之前也有在看那个音箱源的数据 完了我老师就是要做一个那个dashboard 那基本上当天晚上 我大概花7到8个小时就做好了 然后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本身都是中国人 然后所以说对家乡的疫情都比较担心吧 所以说也是比较关注的 另外一个出发点就是对我们来说本身专业上面就比较感兴趣 想通过自己的数据收集 然后把一个疾病从出生一直到最后被人类所战胜的过程记录下来 董恩胜说最初地图数据完全靠他手动整理 每天最多更新4至5次 而随着疫情发展这种方式变得不可持续 在研发团队努力下 进入3月以后 数据已逐渐实现每20分钟即可自动更新一次 并服以人工审核 在确保准确的基础上提高数据时效性 我们是编写了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的作用是从各个数据员收集数据 再整理成统一的格式 然后更新到我们的服务器中 更新程序的同时 我们也在这个程序当中留有了一块人工会处理的部分 任何一个地方如果死亡案例或者确诊案例出现往下降的情况 这些都是一个异常 我们要去人为检查 确保这个数据的准确 此外为不断完善可视化效果 研发团队对数据地图进行了多次改版 各项标注都充分考虑到了用户体验 我们的点都是几何中心 现在如果每一个用户放大地图的话 他就会发现这个红色的点消失了 这样就不会让用户 就是把他所在的地方 还有红色的点 或者说新冠肺炎的病例有个直接的一对一的联系 让他们心里上面会觉得舒服一些 截至目前 疫情地图网站访问量累计达160亿 平均日访问量达10亿 董恩胜说 高质量的数据给科研团队提供了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基础 也为进行相关决策提供帮助 下一步 他们将丰富地图数据指标 更为直观全面地展示全球疫情情况 他们也希望世界各国进一步加强合作 早日控制疫情蔓延 我觉得中国在这次疫情发展中 这个数据的收集整理是做得很好的 网站能这么快做出来 就是要感谢一下中国的数据 就是像丁香园这样很早 很规范的数据 让我们很快就把这个数据整理出来 然后公布到网上 我觉得国际间的合作也是蛮重要 应该把数据变得更加公开 更加透明 更加准确 更方便于各个科研机构的收集和整理 这样才能对这个疫情发展 能做出一些更重要的贡献吧